苗栗縣通宵鎮國道三號北上 一百四十點七公里處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連結車因為不明的原因 撞上了緩撞車 而造成兩人死亡 而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 苗栗縣通宵鎮國道三號北上 一百四十點七公里路間處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現場為一輛連結車 因不明原因撞上緩撞車 造成兩名工人受困車底 警校貨報後 趕底現場處理 其中一人明顯死亡 一人失去生命跡象 緊急送一搶救後 人宣告不治 家屬接獲二號 趕赴現場認屍 見親人沉失車底 痛苦失聲 至於詳細事故發生原因 及經過人帶進一步調查理清 接下來讓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 震驚全台的五億高中生命案事件 發生接近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而死者的解剖鑑定出爐 判定是高處墜落 導致死亡 而身上並沒有毒物反應 監禁拍出了他殺可能 可是他在案發前兩個小時 才和同性配偶結婚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做 也引起了許多網友的猜測 而且就連下男的父親都不知道兒子登記結婚 而是檢方約談 他才知情 下星配偶日前到台中地檢署出庭 不肯回答記者的問題 無依賴性高中生命案的關鍵謎團 就是他們為什麼會同性結婚 但就連下星配偶的爸爸 日前出庭失業三間其口 你兒子真的愛賴先生嗎 18日傳出 下星地正式不是暴斃兒子 而是他在5月4日案發時 真的都不知道兒子 和無依高中生登記結婚 直到被檢方約談後才知情 對此中檢暫時沒有回應 高中生的母親何偉任律師 指控下星配偶貪圖5億元遺產 才告一出假結婚 監禁在高中生的手機裡 也找不到他們親密的畫面和照片 如果認定假結婚 將醫師公務員登載部時的 偽造文書罪起訴下星配偶 那他就無法繼承5億元遺產 一切真相 還有待監禁調查釐清 好 接下來關注到 香港28歲名媛 蔡天鳳今年2月底 遭遭殺害肢解烹屍 而相隔近4個月 他的家人在這個月18號 為他設了靈堂 夫家更斥資300萬港幣超過台幣千萬元 準備葬禮 據香港人一報導 蔡天鳳家屬自18號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地下 寶福堂社靈堂 而只開放至親哀悼 藝人郭富城夫婦 郭富城經紀人小美 蔡一智夫婦都送花牌哀悼 由於蔡天鳳生前愛美 葬禮花費300萬港幣 約台幣1193萬元 林堂全以粉色系佈置 門口更放置他的1比1遺照 照片也選擇粉色系 用他生前最喜歡的顏色與情有道別 有關葬禮的費用中200萬港幣 約台幣796萬元 適用在遺體修復 而早前傳出用3D列印 重建頭顱 並且開放沾養遺容 最了解至親今天早上8點 沾養遺容做最後的道別 歷時約半小時 然後由寶蓮禪寺高增做法事後封關 並且在上午9點送往寶蓮禪寺 海桂林塔火化 骨灰將暫時放於寶蓮寺 轉換焦點來看到 新北市幼兒園胃藥案延燒 而同一集團繫紙私立幼兒園 一名幼童的尿液檢出 微量本二蛋皮類藥物反應 而昨天報告出爐 結果是未檢出 幼兒園也在臉書發生了 原所在臉書發出聲明指出 根據媒體報導 相關幼兒的質譜以檢測報告 結果確定為陰性 請各界不要再隨意揣測 這樣的行為會損害家長 和老師之間的信任和合作關係 對於不實言論 本園將保留相關法律追溯權 而這次的事件 已經引起親師之間的不安 本園與教育局已於6月17號 為有意願的家長進行檢測 請大家耐心等待結果 不要再隨意評論 製造社會的恐慌 我們強烈要求社會大眾 在評論這起事件時 謹慎的選擇言辭 不要再隨意意測 請給予我們一個純淨無邪 免受污衊的教學環境 我們衷心期望這起事件 不會擴大至影響親師之間的信任 和教育的本質 在榮總最新的檢驗結果出爐之後 臺北榮總主治醫生吳明寧更直言 他個人認為整起事件有可能是誤判 北榮此次又幫了四名孩童 用質譜以檢驗巴比陀 與安眠鎮定劑藥物殘留 結果均未檢除 吳明寧認為本此次爭議的未讀案 個人認為是誤判 吳明寧強調檢驗方法是影響結果的 重要一環 如果檢出數值低於性肚區 就要懷疑是否有其他干擾因素 需要做臨床的綜合判斷 若認為還有問題 就需要再做確認試驗 他提到孩童躁動不安 可能是因為感冒的關係 或者是在封閉的環境所導致 醫生在看診時都可以綜合考量 幼兒園未要案持續延燒 新北市政府宣布 開放全國幼童免費篩檢 被解讀為是普篩 而對此呢 曾任衛福部長的陳時中 昨天受訪時就表示反對 並且表示進行全面普篩沒有必要 如果這樣的話 是否每一樣毒品都要進行普篩 建議應該要回歸專業 全部的對外做比賽也沒有辦法做 事實上也沒有必要 一定有一些前驅的事件 我們看到這樣的關聯 設立一些檢驗的方法 然後抽絲剝卷一步一步的去證明有或沒有 才決定下一步的一個策略 新北幼兒園未要案延燒全臺 而繼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昨天發表聲明之後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今天也發布了新聞稿替老師來發聲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十八號透過臉書發表聲明 內容提到 鑒於目前各方政治人物的紛紛擾擾 及政府無具體保護孩子 教保人員的作為之下 因處方藥物具專業性 教保人員並不具醫療的專業知識 所以在上櫃釐清事情真相之前 希望各縣市理事長協助轉達會員 暫時停止幼兒園及教保人員 進行餵藥的行為 而做到幼兒生病不入校 老師不餵藥 全教產理事長林朔傑也表示 為避免產生餵藥的糾紛與法律問題 也讓老師專心頒悟 請教育部明確規範 或建議家長務委由老師餵藥 藥物的使用並非老師專業 應回歸家庭管理 教育部因釐清家長責任 維護老師專業立場 勿在讓貴藥成為老師的無望之災